熱熔膠口在上面 把這個弄上來 這兩個東西呢 一個叫垂直 一個叫水瓶 顧名思義他們的夾角 他們角度要多少度 90度 知道嗎 這個就是我把熱熔膠加上來之後 我把熱熔膠勾到這上面來之後 我的黏貼方法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在操作的 那個熱熔膠就是黏貼的時候 黏貼的面積越大 它的黏貼效果會越好 所以我在黏的時候 我會把這一片先這樣 再這樣 再給它站起來 它的接住的面積是變大 量好之後 只要你確定OK 我就把它擺到 放一旁就好 別吵 放一旁 那個角度要90度 那麼在我們生活上哪裡可以看到90度的那種角度 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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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桌子也是 我們的窗戶也是 我們的窗戶也是 它那個角度 我要看 拿起來大概這個方向就是跟水平跟槌子比一下 如果到最後這裡都不行的話呢 我們的工具裡面 我們柴條包裡面有一個角度是90度 哈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 這樣鍋也90度 知道嗎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要常常去找到我們 隨手可用的工具 第一個 我會先黏尾巴 第二個 第二個 我會把主翼座 主翼座是哪兩個 主翼座要小心喔 主翼座是這兩片 這兩片的話是T型 等一下我們黏貼的時候 是把這兩片把它黏貼在一起 它的形狀是相對的 你會把這兩片放在一起 這樣我們的主翼黏不上去 知道嗎 再來 再來 用金利亞為了